还告诉您知道吗 浇花器除了浇水之外 还能够拿来作画 这是花莲呢 有一名青年 他为了预言他的文创梦 开设了一间咖啡店 而为了打小名声呢 是临近一动 用浇花器来进行地景的创作 也成功吸引了游客的目光 而他希望呢 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 就是希望能够让他的小小咖啡店 能够扩展成为理想中的 花莲音乐艺术平台 一圈 两圈 接着收尾 这四树 飞树的话 就长在熙来燃往的光复街上 地景艺术用的不是专业工具 而是浇花器 半个小时就干掉了 对啊 如果阴天 下雨 湿气比较重的话 可以撑两三个小时 瞬间即逝的目光 注定要消失的一个 蛮新鲜的 而且他的艺术灵感这样子 就是会让经过的人看到都 觉得美的东西蛮多的这样子 时常看到他这样画 我到晚上都还会看到老板 固定期的在插搭 整条马路都是他的画布 但他不是艺术家 而是咖啡店老板 原本想透过地画打广告 但季雅干脆随性创作 打发没有顾客上门的时间 增加一下光复街的人气 因为光复街真的是 有时候会想说 为什么游客这边走走走走 都不会转进来 制造一些 人家想要转进来的意愿 可能看到一些线条 就被吸引进来 一杯咖啡加上随性拉花 就像他的打扮 没有拘束 73年赐了雷汉青 家人十年前举家从台中 移居花莲照顾爷爷奶奶 又看到花莲文创市场潜力大 从海豚训练师转行开咖啡店 打算开创有别于台东 铁花村的艺术平台 其实一直都觉得说 因为铁花村名号很大 一直花莲就听说铁花村 可是都没有去 然后一直都觉得花莲 缺少了一点什么东西 会办一些歌唱大赛之类的 开咖啡店其实只是 小雷圆梦的一小步 他真正的目的 是要邀请世界级乐团 来花莲表演 打造花莲音乐重镇 吊嘎续湖的行男还有一首好情意 小兽学过钢琴也开过画展 独物里的小雷发现艺术路宽广 从此走上艺术领域 店里的装潢设计一手包 霸台上红衣法师就是他的金饰之作 咖啡店藏着小雷的文创梦 闲茶时就把马路当画布 想要吸引艺术同好 为花莲文创梦想增添色彩 明镜新闻 欧正彦 花莲报道